我国高等学府最高荣耀的马来亚大学 经传教授性侵学生事件 涉案人不单是拥抱女学生 还拍打学生臀部 最叫受害人心寒的是 马大职员诚信委员会有包庇的嫌疑 这是因为已经投报了长达一年 但委员会一直诸多推堂 就算教授退休后 依然不愿透露所谓的惩罚 受害学省在众多学生组织的支持下 今天到警局报案 希望伸狼爪的教授得到应有惩罚 同时促请校方正视校园性侵案 以及制度不透明的问题 马大学府蒙上教授性侵学生李云 施主张小姐指控 她去年6月3号在办公室被一名教授性侵 就算已经明确的拒绝 但对方依然不断越过红线 用手捉着我的双手 然后她的眼神也就是不对 就是不是师生看 不是老师看学生的那种眼神 然后还有就是用她的右手来打我的臀部 就是半边的臀部 然后用她的虎口就是按压我的景象 后面的景象 然后她也抱我 拥抱我 然后她还有就是 问很多侵犯我隐私的问题 就是还有最后就是 她想用她的这个手指来 弄我的下巴 可是被我挡掉了 所以就弄到我的一边脸颊 张小姐指出 这已经不是涉案教授 第一次向学生伸出狼爪 所以她在同年7月1号 就向马大职员呈信委员会举报 不过去年10月30号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委员会更以行管契合 无法网络调查为由一再推堂 施主今天再次询问进展 得到的回应 竟然是不能透露惩罚 让她深感失望 我今天又去问他们 可是他们说 他们其实是有惩罚的 可是他们有惩罚的 可是他们不可以告诉我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我举报 然后就是 我就是也想要知道结果是怎样 可是你就只是跟我讲有惩罚 可是又不告诉我那惩罚是什么 所以我就对这个UM的 这个Integrity Unique感到很失望 就是对他们的 这个怠惰的态度 还有他们的这个效率 正义无法伸张 加上教授今年6月已经退休 校方再也无法制裁 因此施主在马大新青年 马大学生会和马大学术人员 职工会的支持之下 到班台警局投报 马大新青年和马大学生会 促请校方正式校园性情问题 同时解决制度不透明 营造健康安全的大专学府 本台记者随后向马大职员 诚信委员会查证 他们得知市族已经报案 并表示发言人会在开会后 联络本台 不过截至晚上7点结稿 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八度空间程伟伦 吉隆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言人员